超主尊爱吃甜汤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今天花生甜汤 时常很简单 半斤花生50克银耳 花生先放锅里 加水煮5分钟 再焖10分钟 再来把银耳泡发 冷水泡就可以 很容易泡开的 花生煮了5分钟 关火 让它焖10分钟 花生泡了10分钟 来把皮去掉 这个雪苹果 在夜城中 这个雪苹果 就是夜盐 在那里面 它甚至有点燙 在夜市卷 再来把银耳骨 用来 完成 再来把银耳骨细 稍微减小一点 不要太大 洗锅 烧水 开 下花生 水要多一点 要包得比较久 银额也一起放下去 盖上盖子 包两个小时 如果趕时间的话 也会用高压锅要半个小时 或是电灯锅等两个小时 煮开后转小火 让它慢慢包 花生汤已经包了两个小时了 花生煮到裂开的状态 就已经熟了 汤少是没关系的 等一下再加其他的 很白的都已经 加点冰糖甜味 甜度根据个人接受程度 冰糖煮浓后 加入纯牛奶 酒磅均匀出锅 又香又浓的一款甜汤 简单易做 口感好 很香 很香 这样做出来的甜汤 花生粉糯 口感清甜 还有浓浓的奶香味 特别的好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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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